台北市餐廳内用开放以来 北市各局处也派员到餐饮进行击查 3号4号两天击查结果总计257家 其中32家有部分不合格需限期改善 主要缺失有3点 包含没有员工体温监测记录 没有环境消毒记录 失联制不完整 因为引领我们内用的部分 其实我们会要求业者在 员工的体温管理跟环境的清销 除了做以外还是要有一个书面的记录 一来是监督自己跟员工赤口有落实 二来也是协助行政人员在击查的时候 能够进行确认 这部分是新的部分的话 其实大家比较容易疏忽 所以记得原则上 你们在员工的体温每天测量跟清洁消毒 一定要做成资本的记录 那另外10年事故完整的部分的话 事实上就是大部分都是记得放Puracode 让顾客多扫描 但是有一些业者忘了放资本的部分 因为有些顾客或许没有办法 用手机扫描的情况之下 必须资本登记 那没有准备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都会扶导业者 这边进行相关的改善 那在在业的一个防疫管理的部分 还是要再次强调 我们的从业人员 每天要记得量体温 做健康状况的登录 而且记得要戴口罩清洗手 那我们的环境的部分 一定要定期消毒 尤其是在厕所使用的这个部分 要落实所谓厕所的清香 那顾客要做食联制 那入口处 业者要准备有量体温 跟一个坑酒精等消毒的设备 跟顾客做使用 再次强调 顾客除了饮食以外 是一定要佩戴口罩 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聊天 吃饱戴上口罩再聊天 真的要站起来走东西 把口罩戴起来 市府也会重新击查 上述不合格店家 复检不合格者 将依规定惩处 民众外出用餐 仍要遵守防疫规定 避免造成防疫破口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波子银行